自2022年9月1日開始,桃園客運新增兩條路線 261桃園火車站到明川大學,這條路線從銅鈴百貨出發經萬壽路再轉大頭路最後到明川大學 另外一條路線則是262桂迴龍站到明川大學,這條路線從桂迴龍站出發經中正路萬壽路最後到明川大學